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意。 三是而立,四是不惑,五是而知天命。 这里的知天命不是对上苍有所理解,而是明白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, 明白有些事情即使付出全部的精力也难以实现, 能够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待生活的变化, 懂得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道理。 五十岁是人生新的分水岭,此时事业有成, 生活难以发生大的变故,这时候就是变中求稳。 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故是难以预料的,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人无法招架, 明明自己未出差池,怎么会落至此般田地, 这很有可能是家中客人所引发的火端。 年过五十,这三种人进家门一定要分得清, 不宜久留。 唯利是图之人,有损家底。 五十岁的年纪,经过了前半辈子的忙碌拼搏, 在心酸与痛苦之中总算是有所成就, 能稳固住自己的家业,留有家底。 但是财不外露的道理却要时刻谨记, 如果不收敛,不设防, 则容易被唯利是图的人所谄媚, 从而将自己的家产被他人所侵占。 古往今来, 有很多晚年流离失所的老人, 都是在五十多岁的年纪遭到了他人的蒙骗, 自以为信誓旦旦不会有差池, 但是贼人却只贪图钱财, 在得手之后翻脸不认人的并不在少数。 所以,对于那些来家中, 动不动就阿谀奉承, 明里外里都在说力的人一定要避而远之, 这样的人登门拜访, 在寒暄之后少些交谈, 不宜久留于家中。 战国时,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, 楚怀王少年英雄, 有所作为, 和屈原惺惺相惜, 在明臣的治理之下, 楚国变得强盛。 忠言逆尔立于行, 已经自恃功高的楚怀王, 无法再听从屈原的建议, 而是受奸臣的谗言, 前往秦国武官, 不仅没得到敬重, 反而别秦君算计将其囚禁, 直至惨死。 谗媚的话语只在于立, 而忠贞的良言, 才能立于行, 等到潸然悔悟, 已经是太迟。 闲言碎语之人, 作乱心智。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人, 他们总是事不关己, 高高挂起, 但一旦出现热闹, 便急忙地凑过来, 说一些风言风语。 这样嘴碎的人, 看似是笑脸, 但却对生活百无一利, 反而扰乱自己坚定的心智。 本来已做好决定, 只等成事, 但在他人的直言片语之中, 很容易使心思左右摇摆不停, 最终坏事。 其次在古时候, 人们很注重自己的名声, 但喜欢传播流言蜚语的人, 却会在无形之中含沙摄影, 暗伤他人, 本来与自己无关, 但却也成为了被厌恨对象, 无形之中给自己拉仇恨, 岂不是得不偿失? 与君子而交言, 可以修身养性增长见识, 但这样的人常来家中, 只会让人觉得过躁添乱。 当这种人来访时, 为了秉持心智, 还是拒绝为好。 极贤度能之人, 抱怨成器。 在社会上谋逝, 会遇见各式各样的人, 有相见恨晚的知己, 有文质彬彬的君子, 与这些人相交, 都能改善心境, 让生活轻松愉悦。 但是也有一种极度之人, 与这样的人为伍, 只会对生活抱怨, 对现状于事无补, 久而久之, 自己也会变得急躁不安。 对待他人的诚事得道, 总是抱以极度心力, 是不成熟的表现, 不能很好地审视自身。 天下贤圣之人数不胜数, 难道每每都有自残行贿, 痛苦万分吗? 三人行, 必有我师也, 与能人共处, 是要以他人为敬, 来提升自己的能力, 而不是自怨自艾, 沉沦痛苦。 与这样的人交谈, 只会让心境不安, 变得负面情绪化。 小杰 在五十岁的年纪, 身体经历都大不如以前, 这时候遇到变故谋求东山再起便是难事。 为了能让自己的生活更顺心顺意, 不被是非之人所霍乱, 还是要在生活之中多加注意。 人心不足舌吞向, 对待生活自以为易如反掌, 但就在这大意之中容易被他人所害, 前半辈子所积攒的家业被毁于一旦, 这是谁都不愿意面对的。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道理太过于夸大, 日常生活之中不足为奇。 但是, 人心难防, 与人之间的交谈往来是十分正常的, 在这一来二去的交谈之中会或从口出, 反而会落入他人的圈套。 唯利是图的人会对财产有损, 闲言碎语的人会引发无望的灾乱, 极度闲能的人只会破坏平淡的心境, 遇到这三种人登门前来, 还是要多加把握才行。 在社会上立足, 家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, 只有成家才能立业。 当人们在外辛苦忙碌一整天, 夜晚回到灯火可亲的家中, 虽然是粗茶淡饭, 但因为儿女的欢笑, 也更有滋味。 在小小的屋檐之下, 夫妻相互陪伴, 儿女长成, 这就是家的含义。 家不仅是温暖的港湾, 对于家人而言, 也是一份重要的房产, 于是人们在选屋建宅的时候, 就会格外有讲究。 老祖宗对此也曾有言住了井字房, 人穷家, 败王。 这井字房指的是什么户刑呢? 为何人们会留有忌讳, 其中另有讲究? 邻里攀比, 自家独高。 这井字房其实在民间有两种说法, 第一种是关于建房时的讲究。 现如今人们居住在十分便捷的高楼之中, 但是在古代百姓们家家户户都居住在乡村的院落中。 而如果在一片宅地中, 有一家的房子十分高大, 而四周的房子却矮小, 那从高处看就像是一个大大的井字。 古人认为居住在这样的井字房中, 难免会导致家中有灾祸。 明明是简单的房屋, 只不过是修得高大了一些, 如何会有货端呢? 这是很多人的疑惑, 但其实这对家业的隐患并不是指天灾, 而是人货。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, 百姓们很少远行, 常常一辈子就常居于家中, 而这时邻里关系的相处则是十分重要的。 人们常说, 数大招风, 在邻里间若是一家独大, 那就会有炫耀之嫌, 容易招致有心之人的惦记。 在西晋时期, 石崇出身于名门望族, 家父乃是当朝的开国元勋, 而他自小作为皇权贵族不但没有学到半分斯文, 而是整日炫富, 最有名的莫过于和西晋皇帝晋武帝舅舅王楷豆腐, 二人一致千金, 甚至连御赐之物都不放在眼里。 之后司马伦当权, 失事后的石崇被抄家灭族。 这社会上风起云涌, 真正的智者懂得不显山不露水的道理, 更不会使自己成为邻里的眼中并肉中刺, 毕竟最难测的就是人心, 一旦被人谋害, 谋财是小, 害命为大, 所以炫耀自家的井字房则是住不得的。 牢狱之灾, 牵连全家。 而另一种关于井字房的说法, 则来源于古代的一段故事。 在商朝末年时期, 有一位名叫武吉的孝子进城卖柴, 而城里的路纵横交错, 十分狭窄, 于是在来的路上不小心冲撞了文王的马车, 肩上的扁丹更是意外将一位士兵伤害, 于是文王便在街上画了一个圈, 命武吉在圈中受刑, 于是这井字房也只牢狱。 在古代若是谁家犯了律法, 严重甚至会被株连九族, 或及全家老小, 所以家中的后代万万不可住井字房。 众所周知, 古时候社会有着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, 身为平民百姓很难跨越阶层, 于是很多寒门学子苦读十余仔, 只为了能够考取仕途,光要门眉。 而经商的家业, 也是从小商小贩, 经过数十年的打拼, 才成立富贵家业的, 若是因为意外的牢狱之灾, 而使家产尽失, 名声扫地, 那则是非常可惜的。 明朝万历年间, 朝廷上下入不敷出, 百官奢靡, 贵族利用特权胡作非为, 贫者欲贫, 富者欲富, 而在张居正生为首府之后, 他看到大明的种种弊端, 于是大刀阔斧的改革, 推行了非常多有益的措施, 使明朝恢复了生机。 但是他的作为却受到贵族的不满, 在其逝世之后, 皇帝听信贵族的谗言, 于是将张家查抄, 长子被害, 家人惨遭流放, 实在令人愤恨。 小杰 古人所留有的住了井字房, 人穷家败亡的讲究, 并不是空学来风, 而是另有深意。 如果不懂得收敛, 在邻里之间炫耀, 那将会不利于家业的发展, 若是家中人意外牵扯牢狱之灾, 那将会牵连家族, 不仅财富尽失, 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。 老祖宗的俗语, 虽然只有短短数字, 但是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 对于这样的民俗文化, 我们不应该置之不理, 而是应该辩证地去看待, 吸收优秀的精华, 摒弃糟粕的文化, 这样长久下去, 才能不断丰富我们的知识, 让生活更顺心顺意一些。